尾气排放、环境污染、地球变暖、雾霾 由于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电动汽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用作动力源的锂电池的需求急剧增加 人们需要大量生产高质量的电池 然而目前的电动汽车电池存在两个课题 第一,续航里程短 第二,安全性低 为了解决问题,业内开发出了热复合碟片工艺 不过生产效率低,无形中抬高了汽车成本 打算从提升电池碟片速度的方面提升效率 为了提高锂电池的生产效率 有必要开发出一种可以准确地捕捉高速移动中 集片位置的技术,也就是飞拍 这需要机械手方面具有飞拍的功能 然而在客户现场,技术和产品方面均是空白 为了提高叠片效率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OEZ的团队发起了飞拍挑战 如何才能在这么高速的飞拍中 通过相机能准确地捕捉到机片的位置 通过使用Mark点做参照 实现了拍的准 和通过定制光源实现了拍的轻 最终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飞拍 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飞拍 将叠片效率提高到了345pm每分钟 据说使用电动汽车 每年可以减少约5亿千克的二氧化碳 通过OEZ的团队实现了这项技术创新 可使每条生产线的日产能提高18% 每年可增加13万台的产量 他们的理想不仅仅提高了电池的生产效率 更是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今后我们将通过与客户共同创造技术的方式 来建立新的商业模式 继续开展创造社会需求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